大家好 我是陳紫遷律師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恆大集團許家人被捕的消息 首先我會跟大家說說他的被捕情況 為何會被捕 以及他在犯甚麼事 為何中國政府要這樣做 都會跟大家一一講到 好 我們立即開始 話說在剛剛過去的9月28日 恆大集團主席許家印被帶走 有傳聞說他被帶走時是有反抗的 有些保鏢和帶他走的公安有反抗 有打鬥 其實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大 至於許家印為何會被捕呢 最初我們中國政府都打算給許家印一個機會 做好恆大 就是讓他補交樓 因為始終恆大欠缺坊間幾十萬套房 亦需要交樓做好一件事 最初許家印都好像是有這樣做到的 但是慢慢就看到他 咦 不對勁 他有這個技術性離婚 甚麼叫做技術性離婚呢 就是說不是真的離婚 只是為了轉移資產 為了切割大家的關係 合法地用離婚做藉口來轉移資產 話說丁玉梅其實都是一直留在香港 說就說是協助恆大和境外債權人 其實就是一個轉移資產的做法 現在他據聞已經離開了香港 現在也未知道他的下落去了哪裏 而那些資產很大部分絕對已經被他的前妻 叫做丁玉梅是拿走了的了 所以中央當然馬上採取行動 其實這次我覺得我們政府是做得絕對的 他欠人民的錢 的樓是絕對要交的 因為始終是很多我們中國人民 放了很多血汗錢在樓上 另外除了許家印之外 他的兒子許藤鶴也已經被緝拿歸案 大家都知道許家印在中國絕對是一個傳奇 從一無所有做到現在恆大這麼大 曾經問頂中國首富 現在我就和各位網友說一說他重點的背景資料 當許家印畢業之後他去了一間國企 叫做武洋鋼鐵公司工作 他一做就做了十年這麼久 其實也很久 人生有多少十年呢 他主要是一個叫做熱處理部門的地方工作 當時他都很用心 特別為了介紹這個熱處理部門 就出了一個特輯叫做熱處理在前進 當時這個特輯更加在沒有鋼電視台 反覆地不停播放 很明顯看到許家印也是有腦之人 當他做這份工作的期間 更加獲得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野金部 頒發了高級經濟師這個職涵 雖然他在這間公司工作的成績都很優秀 但因為都是不備重用的 所以就離開了這間公司 然後許家印就去了一間叫中達貿易公司做業務員 而這間公司也是許家印開始起家的地方 當時憑著他個人的人脈 就幫公司賺了十萬元的利用 當時很多的 大家記住 這個年代是 他之後更加提議將中達和武陽幹鐵合作 從事鋼材生意 當時他的老闆不但接立了他的提議 還任命了他成為這間新的叫傳達公司的老闆 他在這間傳達公司也做得很好 但他志不在此 然後他就看準了中國內地的房地產市場 然後他又再說服中達的老闆派了他去廣州打天下 當時他打一個項目叫做豬島花園 當時還沒有恆大的 他只是幫人打工 他當時做了一個很大膽的營銷手法 就是一改當時的大房單位 他就以小型房和低價格的策略出售 就是賣小房賣得便宜 就搶佔市場 他這個策略很成功 在短時間之內 就已經幫公司賺了兩個億的利潤 這樣就大錢了 兩個億 當他幫公司賺了兩個億之後 他的工資就由五百元加到三千元 這個加幅是微不足道 他就立即離開了中達 終於是發展了他自己的公司 就是恆大公司 恆大物業 他做恆大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他就用這個高槓桿 就是高周轉和高銷售 三高的方法 來去維持 亦都擴展得很快 在最高峰的時候 他是有三十三個項目 是一直在進行的 他是高槓桿 即是說 他一直都有發行很高息的美元債券 大家看到 以及很高息的境內人民債券 來賣別人借錢 來賣別人 之後當然恆大做得好 他又搞恆大足球隊 亦都有搞恆大汽車 這些就是後華 許家印在這二十年裡 一個鋼鐵工 變成一個地產大亨 即是戚測一時的 說真的 有一個問題 我想問問各位網友 這個也是 我覺得一個比較 哲學上哲理性的問題 值得思考 如果給你 各位網友 會不會像喜家印那樣 戚測風雲二十年 但是 最後要受牢獄之災 大家可以在留言 在下面告訴我 我也可以回應 另外我也會開一個 poll 在我的 community 在一個社區 有一個調查 希望各位網友 可以踴躍回應 這個調查 就會去到 今個星期四晚 10月5日結束 10月6日 我拍片的時候 就會公佈 調查結果 希望各位網友 踴躍參加 在星期五 我也會分享 我對調查結果的看法 最後 如果各位網友 覺得我這條片 是有養分 和我說得對的話 希望大家的網友 可以支持我 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除了星期六日 和公眾假期以外 我會星期一至五 都出片 跟大家分析一下 社會時事 和說一說 什麼是可以做 什麼是不可以做 我的看法 和最重要 是用正確的法律觀點 跟大家分析時事 讓各位不會誤墮發網 多謝大家